嘿,大家好,小酒馆开张,又和大家见面了 希望大家周末愉快 然后,今天讲什么呢? 本来咱这个频道也不讲什么政治,不讲什么宗教 但是呢,这个选举对我们在这生活的 这个加州人或者美国人来讲,也是一种生活吧 那既然是酒馆嘛,大家聊天,也可以聊 大概把现在美国选举的大致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第一件事,你要成为选民的话呢 美国公民18岁大家都知道 那在你入籍或者是办这个驾照 在车管局DMV办驾照的时候呢 都会有工作人员问你要不要登记做选民 要不要登记做选民 就挺多机会会有人问你要不要登记做选民 当然在入籍的时候呢 就是有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就直接就一出来登记做选民 然后你可以说你是哪个党派的 不说也可以 登记做选民之后呢,每一到选举呢 选举委员会会给大家寄一份选举的这种 guideline就是说明 那这次选举呢稍微特别一点 算是第一是大选 第二呢是这个疫情的发生以后呢 对这个选举还是有些冲击的 就是说很多人不想去投票站的话呢 那以前也有但没那么多呢 就大家会去要求就说我们可以做这个邮寄投票 那就是要提前把这份表格寄出去 然后呢,这个选举委员会呢 就会给你寄一份邮寄投票的整套选票 和那个,像他这里的话,这个信封这种 就可以回忆,回忆信封 那收到了这份东西以后呢 另外,每一个选民 每一个选民的有自己的那个登记的号码 就是唯一的一个号码是你自己的 选举委员会议 当你收到了这份邮寄投票这个选票呢 其实和真的选票是一样的,这样的 填完了以后呢 就可以把它寄出去 那这个邮寄的选票长的什么样呢 它是寄来的选票 大家能看不看得清楚 那这就是选票 那整个整个一栏有很多东西 那基本上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这边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总统的 总统的候选人都在这儿 那第一个是拜登 第二个是川普 你就是把那个圈涂完了就可以了 那旁边上面下面这两个就是也是 就去这个选区的那个议员的选举 那就是说你喜欢哪个 这每年也有议员的选举 那除了这个 这是大选 就是有总统 除了总统和这个议员选举之外呢 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市的市长的选举 也都在这一叠选票里面 后边还有很多张 有很多张 就是也是一样要填的 就每个 每个 公司都有自己的那套选一些议案啊 一些都是同一次选举 把这个寄出去就可以了 那寄出去的话呢 有两种方式寄出去 一个就是通过邮局 那今年来讲很多人觉得可能邮局不太放心 那选举委员会也考虑到这个 这么大规模的这种邮局选举呢 就投递选举呢 这个事情呢 以前是基本上没发生过 因为这个 以前都是住在外地的那个 驻军啊 还有一些在外边 长期在外面出差的一些人呢 或者是他们 选举当天实在是没办法到现场的人呢 很少一部分是 这种 投递选举 大部分人还是喜欢去这个 投票站 那今年情况不一样了 今年 变成 很多人是选择 这个 邮递的方式来把选票寄出去 那我们也是一样 把选票 那今天早上是寄出去 那接下来这个 这里结束以后呢 下面的视频呢 就是我们今天投票的 那个 也不叫过程 就是 这件事怎么做的 从家里开设出去 在后面找到 找到了我们的那个 叫City Hope 市政府 前面有一个 这个 选举委员会的 一个 dropbox 它就是 相当于一个 邮箱一样的东西 但是 不是邮递员来 操作这个box 是选举委员会操作的 相对比较 应该是比较放心的 不会有意外啊 或者怎么样 而且还可以 投票以后 还可以在网上 自己查自己的票 他们有没有收到 或者有没有被 算作 他们已经到了 他们那个 选举委员会那边 应该还好 那接下来选举 马上就到了 可以发生过 这种各样的事情 那中途辩论也结束了 那大家就选自己的 候选人就好了 还有一件事就是说 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 年轻人和老年人 想法不一样 富有的人和普通的人 想法也不一样 那世界就是这么多元化的 那每人每人的立场 大家只要把自己的立场 表达出来就好了 你不开心 你不高兴的事情 站出来表达 那就说不要把别人 让别人操纵你的生活 或者是他们把 都认为我们是 没脑筋的 这个不行 要让他们看看 我们就选票 我们杠头 我们不喜欢 我们杠头 我们喜欢 那今天大致就到这 接下来的那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附近的景色 还行 那今天就穿着这件衣服出去 投票 也没那么很隆重 比我们想象的 就是平静 非常平淡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 这个选举 在这边是一个生活 那我 政治是完全另外一码事 OK 那 拜拜 Cheers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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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拜拜 投票了 走 两个 往下跟着来走 来 来 来 去政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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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地方 来 那边写了 来 往下 来 来 到 不能干 不能干 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